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哈喽 大家好 这是青豆卡西 我是青豆 之前种的黄瓜和辣椒都给大家交过作业了 那今天呢 青豆再给大家看看青豆种的土豆 现在呢 长得也非常旺盛 现在给它浅埋或者在盆土表面啥点有机肥 这样有利于它的生长 今天我们来种的花生 方法也特别的简单 注意几点就可以了 首先啊 就是选种子 选种子呢 我们尽量选择这种花生啊 尽量是饱满的种 这样的触芽率会比较高 然后啊 就是花盆的选择 青豆用的这个呢 是种菜 种菜盆啊 像这种的一般呢 可以种个三重 一般像一到一简五加仑的那种啊 可以种一重 一重的话 我们差不多就给那种三到四颗的花生种子就行了 然后呢 就是土壤的选择 青豆用的还是这种啊 原土和营养土各一半 这样 不管是养分呢 还是输中透清些啊 都能保证 或者呢 可以直接使用原土啊 我们呢 先往这花盆底部垫土 然后啊 我们给点有机肥 搅拌均匀之后呢 我们再继续给里面填土 这个时候填土啊 我们可以将这个下面的底土部分填的高一点啊 给种子预留一厘米左右的空间就可以了 然后呢 我们把种子放进去啊 左 中 右 各三颗 然后啊 我们再覆盖一厘米左右的土 然后啊 我们给它浇一次透水 这个花生盆栈也要放那种光照充足的地方去养护啊 养护一段时间以后呢 它就能发芽了 还能开成那种黄色的小花朵 关于这个花生的后期养护啊 我也会继续和大家更新 大家喜欢点击关注 每个人更新 拜拜 拜拜